喂 晓晓 我今天出狱了 你在哪儿啊 温天 我从手中伤地调戏我的流氓 要出狱三年 我这辈子就毁了 求求你帮帮我 温天 我知道你是真的爱我 如果你替我顶罪三年 等你出来 我们就立刻结婚 好不好 可是 晓晓 如果我真去坐牢的话 那我以后就再也进不了向家了 到时候 我们现在拥有的所有一切都将没有了 那 你还会爱我吗 温天 我爱你 我永远爱你 就算你什么都没有 被逐出向家 我这辈子当牛做马也要报答你 我楚晓晓向向温天发誓 如果我敢背叛向温天 我就 晓晓 我出狱了 你在哪儿啊 啊 晓晓 我终于能见到 怎么样 给你解决了这个麻烦 你打算怎么信我 考验 等会好好伺候你 让你满意为止 白骨 这些弟子被不化了 为是以后你 你先走 师父 我不走 我要跟你一起并肩作战 快走 师父 我的剑上有鬼师徒 你命不求已 毕童 你打个暗算 坐 师父 把紫月神针交出来 我可以留你全尸 把紫月神针给毁了紫月神针 我会交给你这种 写实灭 这被 你竟然把紫月神针扔到了反间 找死 诶 诶 诶 yes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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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死 这里是人间 这不是我的身体 是我的残魂 落到了子子身上 没想到他居然全身紧攻断裂 本座在无心里与力量也没这么残过 楚晓晓 小文天 你对楚晓晓情根深重 本座竟然占罪了你的身体 你最后的执念 那本座就让你如愿于成 彭少 你哪儿不舒服 我听你瞧瞧 晓晓 你现在玩的是越来越花了 你刚说 我哪儿不舒服 那就让我来给你检查检查身体 晓晓 我 晓晓 他是谁 晓文天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你没事 你没事 我没事 晓晓 这废物还真是命大 被车撞了竟然都没事 阴魂不散 说吧 特意找过来想干什么 晓晓 不是你说的 我坐完牢 你就跟我结婚吗 你说我来找你干什么 想让我嫁给你 你不会以为你还是曾经的想家大少吧 你现在不过一个刚出役的老改犯 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 就凭你 被被上我吗 你 怎么 你还想打我不成 我呀 现在可是彭少的女人 她可是江州彭氏医药集团的继承人 你连她一根手指都比不上 就这 还想让我嫁给你 诶 错梦 向问天 是吧 久仰大名啊 一个因为打人入狱被向家除名的废物 做人啊 得有点自知之明 可能你之前是给小小帮了一点小忙 但也过去了这么久 难什么 大度一点啊 别死长安打 三年老 你说是一点小忙 向问天 不妨告诉你 当初我会同意和你在一起 只是想嫁入向家 过豪门生活罢了 偏偏你 窝闹无能 不能让我嫁入豪门也就罢了 现在从监狱里出来 还想让我跟你一起过苦日子吗 呸 楚小小 向问天 小小说的没错 既然你给不了他想要的生活 就趁早放手 别耽误他嫁入豪门 这里没理说话的份 给我放开 就你这种劳改犯 还想让我跟你在一起 赶紧滚 你 怎么 你还想动手打我不成 来来来 一个只会无能狂怒的窝囊废 未无东西 别气了小小 向问天 看在你啊 之前帮过小小的份上 这卡里有十万 算是给你的补偿 赶紧拿着钱滚蛋 别再纠缠小小 不然别怪我心狠手辣 弄死你 我怎么先弄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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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 你 小文天 你该放下执念了 你的女朋友背叛了 安心轮回 剩下交给本座 他会死在我手里了吧 你放开 本座已是能随意触碰 从今以后 你休想得到 小文天 脑子不会是被我砸坏了吧 似乎烟乱一些什么呀 龙不语蛇居 像你这种水行洋花的人 本座还看不上 看在向问天的面上 本座今日 放你 这人际灵力稀薄 本座需要胜有千年血身 提升修为 徐神医 这公园靠近墓地 阴森森的 才这个爷之病 沈小姐有所不知 这公园靠近墓地 煞其中 能压制老爷子铁内的邪气 这可是治病的圣地啊 慢着 你 命不求已 苦说八道什么 你才命不求已 我爷爷 能长命百岁 此地 的确煞其中 但你年事已高 采用此等以煞制邪的方法 你的五脏六腹 根本就承受不住 这一针下去 你活不过三秒 好大的口气 我许通寻一多年 大夏境内 不少位高权重的人 我都给他们看过逼 你胆敢 质疑我的艺术啊 孤明雕一之辈 也敢在本座面前 搬门弄 你说什么 这是哪来的别三 居然还敢口出狂言 滚开 许神医 先消气 这位后生 他的艺术还是不错的 良言难选该死鬼 这一针下去 一定必死无疑 居然敢诅咒我爷爷 来人 把这个屋里的家伙 给我赶走 慢着 小子 你就瞧好了 三 二 一 老爷子 爷爷 老爷子 这怎么回事 沈小姐 别着急 此乃失真后的正常反应 胡说八道 此乃生魂离体之争 胡说过 这一针下去 他必死无疑 这位先生 刚刚是我无礼了 还请您出手相助 救救我爷爷 你不是要赶我走吗 是我蜀目聪光的 还请先生 大人不计小人过 想不到 你竟与本座有缘 遇见本座 也是你命不该绝 爷爷 爷爷 你没事了 这怎么可能 神老爷子居然成遇了 这脉搏 再活二十年 都不是问题啊 这位大师的手法 果然非同一般啊 希望大师能给个机会 使我为徒 将败本座为师 你 还不够格 都怪我 医术不精 插监 草监人命啊 这是一王令 此令一出 大厦界内 所有一王府的人 都会听灵号令 请大师收下 一王令 本座的 这人借了医术 到底是何德水 多谢大师相助 老朽 水荣之 后生 有需要帮忙的地方 尽快跟老朽开口 不必了 本座出手救你 只不过是些许缘分罢了 站住 我们沈家 没有欠人恩情的习惯 也不会给人 侠恩求报的机会 我感谢你救了我爷爷 看拿着 这里有一个印 千雪 不得无力 后生 我孙女儿千雪 自幼娇生乖养 被我灌坏了 害情节量 勿扰尽快 既然如此 本座 要一出千年血身 不知你们沈家 何愿拿出交给本座 千年血身 这可是百年难得一遇的圣药啊 只怕 大厦国库里 才会有啊 怎么 不愿交给本座 后生需要 老朽 岂能有不给的道理 三日后 千雪会带着千年血身 亲自奉赏 好 既然如此 我们便 两胡相见 此人的医术高深莫测 大下一届 恐怕要大起牌了 爷爷 您怎么能同意 把沈家世代传承的圣药 千年血身给他呢 爷爷深感恩大兴将至 血身医 也只能拖延些时日 但此人 具有其死回生之力 不可小觑 我们沈家 能与这后生交好 是我们沈家的造化 之前还好好的 怎么突然就起不来了 童少爷别着急 好好眼睛蓄锐 少沾酒色 最好起来的 可是 他没反应啊 我怎么弄他都没反应 我 你不想想办法 那我给你开点药 你先休息 想问天 你对我做了什么 从今后 休想人道 我一定会弄死他 等下啊 把他约出来 你找本作有何事 温天 什么本作不本作的 你有些奇怪 还有 干嘛对我那么生疏呀 我们不是 已经分手了吗 你替我入一顶罪三年 我怎么可能狠心 跟你分手呀 走吧 我们进去 今天我们的员工 在这里聚餐 我介绍同事给你认识 走吧 不好意思啊各位 大家久等了 温天 这都是我的同事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男朋友 向温天 小小 你男朋友怎么穿成这样呀 你不求算呀 我听说他刚坐完牢出来 小小 你怎么好意思带他出来见人 别说了 我男朋友他呀 对我很好 你先坐 本作都要看看你们耍的什么花招 彭尚 我把他约过来了 干得漂亮 我就是要让他在江州 过不下去 楚小小是我们第一院的院花 他和彭尚 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 这俗话说得好 穷不以富等 听说这楚小小的男朋友 是刚出一放出来的老改犯 性感还和彭尚争 简直是自取其数 什么感觉 怎么被人让楚小小 你们怕是都忘了吧 他还是被向家赶出来的废少 我要是他呀 活成他这样 我早就拿根绳上吊去死了 简直丢死人了 向文天吧这不是 你可真是一条听话的舔狗啊 小小约你你就来了 不过这是我做的位置 你怕是受不了吧 向文天 你还不赶紧站起来 给彭尚让座呀 是啊 这个位置 你彭放还坐不起 我彭放 乃江州彭氏医药集团的继承人 不仅投资了第一医院 就连今天开酒会的黑天鹅酒店 我还占有股份 怎么 你告诉我 这位置 这位置我怎么就坐不行了 向文天 你还不赶紧起来 等着被丢出去了 这就是给我下黑手的吓声 今天 我就是让你身败名裂 我葬身之地 你好大的口气 看来是上次的教训 给少了 你还敢在本座面前嚣张 葬少居然尿裤子了 你对我做了什么 不受控制了 向文天 赶紧把鹏少治好 不准你小命不保 我彭放在江州 云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今日之事 可不是你把我治好就可以解决的 那你又能弄了 第一 给我治好 然后跪下来对我磕头请罪 第二 离小小远点 以后别再来救杀他 与你这种废物争论 只会白费本座口舌 本座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一 你和这个楚小小 一起跪下给本座磕头 二 本座现在就让你 彭氏医药集团破产清算 不是 你在这说笑呢 你不过就是有点 三角猫的医术罢了 怎么 还想横压全场不成 我彭氏医药集 价值超过百亿 怎么 是你说破产就能破产的 你不过就是个老改犯 你算个什么东西